喂喂喂 嗨 大家好 這邊是OpenSoulTradeBot的一稱鬼 那我們就接著開始下一個分享 我們邀請到卡米哥來為我們分享 就是深入LiveBot還有TradeGPT的 一些實作還有理論的討論 那我們歡迎他 喂喂 嗨 大家好 我是卡米哥 我之前呢就是做了一個聊天機器人叫卡米狗 然後後來出了一本書 聊天機器人就是這個 Line的聊天機器人 好 然後出了一本書就說明了這個 怎麼做這個Line的聊天機器人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當了這個Line API的Expert 那我今天呢主要會講的內容就是包含這三點 按照順序喔 就是第一個是先 先講這個TradeGPT的Plugin 然後再來就是講這個LineChain 然後再來第三個就是說 那我們怎麼用這個LineChain來做這個LineBot 那這個第一個部分 TradeGPTPlugin它的功能就是讓這個TradeGPT可以串接其他的服務 然後我們在猜說它可能會是新一代的這個App Store 那如果你要做一個TradeGPTPlugin的話呢 你就需要給它一個簡單的說明檔 然後再加上你要實作一組API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現在要用這個TradeGPTPlugin 你要先付錢就是 在那個TradeGPT網站上面 有那個TradeGPTPlugin 你付的錢它是 一個月是20美元 那你付的錢之後呢 你在這個設定頁面 你就會看到這個BetaFeatures 然後你選了之後這個 這個Plugin這邊這個就把它勾起來 那你勾起來之後你就可以用了 那勾起來之後呢你會在這個 這個GPT你上面就會出現這個GPT3跟GPT4 那你選GPT4的時候才會看到 這邊有Plugin可以選 那你選了之後 你就可以選說你要開啟 你要創接什麼工具啦 那你一次可以開啟 啟用三個工具 然後它下面有一個那個Plugin Store 這個Plugin Store點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就是一大堆的服務 那它現在其實也沒有一大堆 就只有 只有一點點而已啦 對 就是以一個AppStore來講 它現在還很小 那 你可以申請就是成為開發者 然後就做 把你的服務串上去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在 右下角這邊有這個 Developer這個 your ownPlugin 那我們會用這個東西來做一個自己的Plugin 好 那我們現在試用一下這個Plugin 就是 那個 Wolfron 這個 Wolfron工具它是一個數學工具 然後我們問它一個數學問題 就是問它一個矩陣問題 然後呢 它 當我們有開啟這個Wolfron的時候 它就不會自己在那邊亂算了 它就會 把這個問題丟給這個Wolfron 然後 Wolfron會把結果告訴它 然後它就把這個結果呢 用這個人類看得懂的話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部分人類都看得懂 那反正 它就回覆了吧 好 那 我們可以把它展開來 就是 我們回到上一頁 這邊 這個 Use的 Wolfron可以點開 這邊有一個向下接 你把它點開之後 你會看到它 實際上 傳送給 Wolfron的訊息 是這樣子 然後 Wolfron的回覆是下面那一個 那你不會用 Wolfron沒有關係 GPT可以幫你用 那它用完之後 你的界面是很好 就是你就直接問一個問題 它回答你嘛 好 那到底這個 GPT 跟這個Parking 他們到底是怎麼溝通的 這事情就是 大家應該就非常好奇 那 就我們來分析一下嘛 用戶問問題 問這個GPT 然後這個GPT 思考了一下 然後它決定要發問 給這個Wolfron 然後它 那個Wolfron回覆它之後呢 它再思考一下 然後它就決定要回覆用戶 大概是這樣子 1 2 3 4 5 6 大家都知道 好那 什麼是思考呢 等到電腦真的會思考嗎 那 這個問題呢 就是說 它其實背後是有一個 正確的Punk 什麼叫正確 這個 沒有人知道什麼是正確 就是有一個Punk 會引導它思考 我們告訴它 不要自己去算 它可以用數學工具去算 然後工具怎麼用 我沒告訴它 如果我們做這三件事情 會發生什麼事 那 我們直接就是 把這個文字弄進去 那我這邊稍微念一下 我要你回答一些問題 你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需要數學計算 你必須使用這個數學工具 然後你把數學式 放到這個 code block中呢 你就會獲得答案 那下面就是一個語法 就是我告訴這個GPT說 你應該要用什麼方式 跟我說你想要問數學問題 然後我會回答你 我會回答 就是我會用這樣的方式回答 我計算結果 就回答他 他用這個方式問我 我用這個方式回答他 然後接下來我就跟他說 你收到結果時 你用這個結果回答原本問題 然後懂就說懂 然後他就說懂 懂了OK 那他懂了之後 我就問他一個數學問題 這問題是 每個月就存一千塊 到一個年利率5%戶頭 20年後你有多少錢 然後他就說 我套一個負利公式 然後他就這樣打打打 然後他就說 我用這個數學式來計算一下 然後他就列數學式 那他列的這個 我稍微解釋一下 這公式 是有問題的 就是他沒有答對問題 但是他列出來的這個數學式 是不是符合這公式呢 是有的 那我就把他算了 我就把這個計算結果丟給他 假裝我是warfone 我就丟給他 我算好之後我就貼給他了 那兩千多塊 你那把存20年存了兩千多塊 他說我看起來好像怪怪的 他發現了 他發現錯了 他說公司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就再打了一串 那我就一樣把那一串 就是拿去算 算完之後給他 41萬 然後他就說 這個20年後大概是41萬 那我們就會發現說 這樣子的過程是有效的 我們叫他不要自己算 他如果需要算的話 他就問一個工具 然後我們又假扮工具去回覆他 結果是在我們不開啟任何plugin的情況下 獲得接近的結果 那實際上使用這個plugin的話會是這樣子 我問同一個問題 然後他一樣就是 我就說這個 假如你每個月存一千塊 然後到這個5%你20年後多少錢 然後他就一樣搞了一個錯的公式 然後他接下來就是 這個頁面不夠長 就是這樣 他就說 他決定要問那個問題 他問那個work form 那他問的方式 就跟我們剛剛那個差不多意思 那他反正這個會給他一個答案 也是兩千多 那他沒有發現他錯了 我就想說 你好像錯了 你檢查一下 然後他就檢查出來 檢查出來 他又用那個正確的公式 然後他又拿去算了一下 算出來 確實是這個41萬左右 好 那我們就知道說 喔原來這個 GPT跟這個plugin的溝通 其實就是 我們會在一開始告訴他說 你有這些工具可以用 就這樣 好 那他其實呢 就是語言模型呢 會用指令的 文字指令的方式告訴你說 他現在想要呼叫工具了 的時候 這個 你要幫他呼叫工具 那這樣子的話 他才可以這個 正確的做出整個流程喔 然後這邊有一個 這個plugin的鑽寫技巧 叫READ 就是 呃 等一下後面會稍微解釋 大家有興趣可以點進去看 啊對 這個 今天的頭影片 分享在我的那個 FB 粉絲專頁 我FB粉絲專 叫卡米哥 大家可以繼續去搜尋 好 那這個 GPT呢 Bugin他其實 其實 GPT 他本身的工作並不是 回復訊息而已啊 我們在這邊發現多個角色出來 叫大型語言模型 當用戶發問的時候 GPT要決定 要做什麼事情 他說他把這個 你跟他講的話 整合了他的工具 他可以用哪些工具呢 全部整合起來 變成一個新的這個 prompt 然後他拿去問這個大型語言模型 那大型語言模型會跟他說 欸我這時候要用工具了 然後這個 GPT呢 他沒有回答用戶 他是跑去呼叫這個 Walkfront的API 然後API回復拿到了之後 他又再把這個 拿到的東西 先先 他整理了很多東西 前面所有的對話 跟工具資訊 跟呼叫工具的結果 這幾個東西全部加起來 做成一個 prompt傳進去 然後他獲得答案 他獲得答案之後 他決定要回復用戶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是代理人 他就是一個 我們會說他是agent 對 所以ChartGPT是agent 他 不是直接就是大型語言模型 你其實是在跟agent講話 agent在後面跟很多的 服務講話 然後最後統整一個結果告訴你 好 那做一個ChartGPT plugin 要怎麼做呢 你需要有一台API Server 然後你要做這個 well known斜線這個 ai-pugin.json這個檔案 然後他會去抓你的檔案 然後你這檔案裡面呢 會放一個這個 你的API有哪些可以呼叫嗎 他會用一個文件就是 openapi.yaml 然後你這個檔案裡面 又會寫到一些其他的路徑 那些路徑都要可用 這樣就可以了 那其實我們可以去偷看一下這個 Walfong做的 因為 就是 他要求你在所有domain 就是你的 服務的domain的根目錄下的這個位置 就是點 well known斜線 ai-pugin.json 所以 如果你看到那個 pugin store上面有 有那個服務 你其實就可以 偷偷跑進去看一下 他們都寫些什麼 那我其實是有看啦 但是這個內容蠻長的 我就不告訴大家了 那 那我的就是寫在這邊 我放在這個github上面 好 那這個內容大概是這樣 這個是那個 看右下角會寫 這個 ai-pugin.json的內容 他是一個json 那我這邊就告訴他說 這個 你可以用這個plugin來 執行我電腦上面的batch指令 這件事情很危險 大家要小心 然後 我就 弄好之後呢 就弄上去之後 就問他說 可以用工具看一下 我這個目錄下面有什麼東西嗎 然後他就說 你這很危險 你確定要這樣做完 我說是的 然後他就開始弄了 那他弄完之後他就告訴我說 這個 目錄下面有這些東西啊 那 這個是展開來那個 他實際上call我的內容是這樣 他說他要用這個comment 他要執行這個ls-l什麼鬼 這樣子 然後他獲得的答案是這樣 那 因為我是在本機跑一個 那個localhost的server 去接他的這個request 那接到的時候 我這邊後台會有一個log 那這個log我有去印出來 就是我收到的指令是這樣子 然後我執行的結果是這樣子 我把這個東西傳給他 對 大概過程是這樣子 那 這詳細的call大家可以自己去上 我就放在Github上 那個call超簡單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講這個lanchain 因為時間有限所以講得很快 好 那lanchain他是現在這個 語言模型的開發框架 他是最完整 然後他可以快速打造這個 有記憶力 而且可以串接其他服務 什麼意思 就是他可以 自幹一個 那個 這個 可是你還是要用他的API 對 那 所以我們現在說 欸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 改成這個lanchain 那就讓他來負責組這個promp吧 好 那 所以我們需要知道 我們要認識這個lanchain的agent 那他有很多種agent 那這邊列出一個 其中比較好懂的agent 就是 就是 他有一個promp是這樣 我大概念一下 他就是有一個prefix 就是 你要回應人類嗎 欸等一下 我先講一下 這個東西你現在看到是中文的對不對 他其實在這個call裡面他是英文的 但是我怕大家 不好讀 我直接翻成中文貼在這裡 就是 你要用這個有用和精確 你可以用以下工具 然後這些工具呢 是用這個jason來表示的 工具名稱 然後和動作鍵 這樣子 來指定工具 然後有效的動作值就是 最終答案或者是tournames 就是有很多的tour 那 他如果要執行的話 他就要輸入這個 就是action 然後什麼工具 然後action input就是工具的參數 他要用這種格式來回覆 這個 就是 大型原模型會回覆這個 的時候呢 agent就會幫他去 呼叫那些東西 然後呼叫完之後呢 對 他要遵循這個問題思考動作 的pattern 問題思考動作 觀察 問題思考動作 觀察 問題思考動作 他會遵循這個pattern 這個pattern就是 剛剛前面講到那個re-a 就是 如果你這個 這叫什麼 pump engine 因為你有稍微看一下 你就會知道 這東西就是re-a 就是 我們用這種格式 叫gbt工作 那他就會 有可能做的還不錯這樣子 好 然後他最後最後呢 他就會說這個final answer 然後最後要告訴這個用戶的內容 然後 這個agent呢 就會把這個內容 回傳給用戶這樣子 那透過這種方式 我們就可以讓這個 大型原模型可以呼叫工具 因為agent會幫他呼叫完工具 把結果貼回來 貼在這個觀察這個裡面 好 然後最後面他有一個s 就是 service 就是最後一句話這樣子 就是 要求他永遠都只能回覆一個json區塊 有必要就使用工具 或者是直接回應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然後最後面就是一個頭這樣子 那 這個就是 這個比較好懂的這個agent 他的pump 那他不同的agent就有不同的pump 所以效果會不太一樣 如果你們試了這個東西 效果覺得很差 你可以換一個別的 那他大概 我不知道三四五六個 好 那就是 如果用這個nainchain來實作這個lightbar的話 會是怎麼樣 那就是 從左邊開始嘛 用戶傳訊息給light 然後傳到你的官方帳號 你官方帳號收到訊息的時候 他會 line會發一個wavehood到你的app server 然後你的app server呢 你可能會考慮用一個function code 去呼叫你的nainchain 那如果你用function code 代表說這兩個東西 其實是同一個語言做的嘛 就是用python做的 因為nainchain是用python做的 那如果你不這麼做 你就會說 我這其實兩台server 我要用API code 那你就會發現你的nainchain 終究還是要搞一個server出來 那為什麼不一開始就做在一起 你就 好 我們這個server跟agent 就同一台就好了嘛 然後你 我原本是寫ruby的啦 我原本是寫ruby寫ruby 寫ruby寫ruby 那commygo是用ruby做的 那現在就是不得不 要跑去寫python這樣子 然後呢 你的這個收到訊息之後 他就會生成一個pump 就是你的那個nainchain 會生成一個pump 然後發到這個gbt API 這邊 然後他就會拿到結果 拿到結果之後他就會決定說 欸我是不是要用工具啊 如果要用工具打工具 然後如果不需要工具的話 他就會直接回覆了 就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過程 那這個avenlin line的大大 他就是寫了一個 範例 範例程式 大家點進去可以看到一個說明文件 然後裡面也有這個open source 也就是在這個github上 好 然後他是使用這個face API 這個網頁框架 然後用這個nainchain 然後他用這個openai的function calling 就是 我們剛剛不是有說什麼 欸如果你要使用工具的話 你要咋咋咋 就是寫一大堆嘛 然後他現在把這個使用工具的 這個這段pump都 做掉了 所以你不需要 再用那個pump了 這個是openai function calling的功能 他最新的 那實際上用起來的結果是這樣子 就是 他是傳訊息嘛 然後他要回覆這樣子 好 那再來看一下call 這call我就用 盡可能簡單的方式跟大家說明 總共差不多97行 然後我現在就是前面這個 3到13行是license 然後15到43行是載入模組 然後接下來是載入環境變數 從環境變數開始看 前面都不重要嘛 環境變數的話 他這邊載入兩個 一個是 這個channel secret 另外一個是channel access token 這兩個東西是 你要串接line要用的 那如果他這個抓不到值的話 他就直接掛掉 好 然後再來是這個app server的setup 他用這個fax的api 弄了一個app server 然後接下來就是 把這個line的這個api也弄起來這樣子 好 這邊就五行 那這個東西其實你也都不用改 反正他寫好了 然後這個lanetrain的部分 lanetrain你看他這個功能很強大 他其實也就八行而已 那第一行是說他要用什麼語言模型 就是gpc3.5這個turbo0613 然後第二行是他有哪些工具 然後這邊放了三個 這個股價查詢啊 股價這個performance比較之類的 那這些工具就是你實際上你要做這個 服務 就是你想要做一支聊天機器 要提供什麼服務 你就只要做工具的部分就好 前面的code都可以不用改 然後最下面這個 initialize agent就是在生成 就是你要利用一個agent出來 然後這邊這個agent 這個agent type agent type是openAI functions 就是剛剛講那個 那他就是說把這個 工具相關的prumps 交給openAI處理 所以我們其實是傳一個工具 列表的json給 給那個openAI 然後他就會用生成pump 然後他自己去問這樣子 我們就不需要管這件事情了 那你有這個agent之後 你就可以繼續下去了 那這邊的話就是 你的那個衛護 就是當有人打這個callback的時候 我們要做什麼事 就是取得line的events 然後每個events 我們現在只 處理文字訊息嘛 然後拿到文字訊息之後 交給land chain 生成回覆訊息 然後就回覆給用戶 就這樣 那第一段 這個取得events 就是body拿出來 然後用這個parser把它轉成 event 就好了 然後他轉的時候可能會有這個 失敗問題 這邊就是做一個安全性的驗證 然後驗證完之後呢 我們拿到events就是 寫個回圈 那每個events都拿出來檢查 看他是不是文字訊息 如果不是就直接略過 那這個 拿到了這個文字訊息之後呢 就直接丟去run 那你這個run裡面呢 就已經包含了 所有我們剛剛講到的部分 就是 呃 他如果裡面 會需要呼叫大群人模型 他就需要 他就呼叫大群人模型 然後他呼叫完之後 如果他發現他要叫 他就去叫工具 他就去叫工具 這整個過程都在這個run裡面 就做完了 所以你其實 你做的是什麼 你就只有提供工具列表 跟選擇model 就搞定了 你就只要寫.run 就好 你就直接拿到結果 這結果就是最終結果了 那你就把這個結果回復給用戶 其實就一行 就是line的這個reply message 然後把剛剛的結果就是放進去 這樣就好就ok 這樣就做完了 太簡單了 那 我就想說不行 我就是要搞bash 所以我就去fog他了 然後 呃 大家可以就是去看這個code 這樣子 欸 我有放連結嗎 好像沒 等一下 那我就用這個 好 我就用這個 structure的 chart agent 這個agent就是剛剛講那個比較好懂的agent 那他比較好懂 可是他的準確度會比較低一點 那實際上我就改一行而已 就是這個agent type換掉 就這樣子 就好了 那他的結果是這樣子 就是我就 在line上面跟他講 就是說 用bash看看這個 我的硬碟剩多少容量 你用繁體中文兩句話回答 然後就說這個 111g 然後我就重複一直問嘛 那 我就發現說他有時候他還沒有 獲得最終答案 他就先回答我了 就是他說好 等我一下 那他其實不會再回來了 你知道嗎 等我一下 我會幫你處理喔 他其實 就結 因為對話就結束了吧 他就不會處理 對 所以這個有點問題啊 對 那大家就可以試試看不同的agent的效果 這樣子 好 欸 講完了 欸 奇怪 我是不是掃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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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講完了 那 那我這邊就live demo一下好了 反正就講完了嘛 那 我先講一下就是我這個focus下來之後呢 我就想辦法把他的這個pump印出來 所以 呃 好 這個是那個機器人嗎 我剛剛嘗試想說 欸我其實是開兩個工具 一個是查股價 一個是bash 那他其實應該有機會把這個 呃股價存到這個本地上面 我再嘗試看看 因為我剛剛弄了一次他沒成功 最近 台積電最近的股價把資訊存到這個檔案裡面 用bash 我剛剛說用bash 好 那他就會用第一個工具去查嘛 然後第二個工具去寫入 這個 欸 我看一下我收穫斷了沒 好啦打出去了 挂了 都這樣 live demo都這樣 為什麼咧 他應該是執行了一個不能執行的bash指令吧 為什麼他要用CURL啊 不是用echo 等一下 欸有耶 我直接把agent換成這個openAI function 看看他結果會不會好一點啊 那他說他做完了 騙我 騙我 好算了大概就是這樣子 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那總而言之他可以寫檔案這件事情確定 他可以查股價這件事情也是確定的 只是他沒有辦法 把這兩件事情做在一起 應該是要可以啦 要可能是 呃 pump或者是什麼要調整一下 或者是工具的說明文字要調整一下 我覺得應該是做得到 好那大家這個講完了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啊我可以 你要你要你要什麼 欸不要再那個 不要不要玩 等一下 我問他我的硬碟有多大 他直接打了那個 好或是我有460G 欸 對 大概是這樣 來 請問一下就是 剛剛有自己 用中間確訓自己買工具 一個是bash comment score 那另外一個是參與 不是當然是叫GBT寫的啊 我先講一下這個事情齁 就是 首先呢我從這個Avenlin的這個code 我就拿到這一份啊 就是這一份這個stock price 這個py這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就是實作的查股價 他其實是叫這個whitefinance去查的 那我就想說哦 那我現在要改成寫bash嗎 我難道要自己寫嗎 沒有 請問這個 呃 python3要寫什麼code還可以執行 這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問他 他就說你要這個stop process 有沒有簡單方法有這個 os.system 但這個很危險 哦好 我就講了一大堆嘛 那我就想說哦好 反正他講完了 我就想說哦 那我要複製這個東西自己去改code 我想了一下我就 我就偏不要 我就貼了這個 查股價的給他 這查股價的code 我就說以上是一個lanchain這個查股價 我現在要把他改成bash的怎麼改呢 他說你用這個sup process 他改好了 我直接貼進去用可以用 那貼進去之後 這個只是tool而已 我想說啊我原本那個主程式要怎麼加tool 我也不知道 我把主程式貼給他 貼給他的主程式 然後貼給他說簡單 這個你就加這個import 然後再把tool我放在這裡 就好了 哦然後放進去之後就壞掉 就把錯誤信息也貼給他 然後就說哦 你可能黨名取錯 對我 我沒有取這個黨 我不知道黨名要取這個 我就把黨名換掉 就全部串起來 就可以動 所以 你 你也不需要真的會寫python嘛 對不對 你只要會跟gbt講話就 對大概是這樣 我想問一下你建這個要花多少錢 建這個要花多少錢 哦跟前面那個 欸我不知道你前面幾場有沒有在 就是 他這個唯一要花錢的部分就是 他要去呼叫這個openAP openAI的那個API 然後呼叫的話是要錢的 那我從昨天到今天有稍微用了一下 這個等一下openAI 等一下哦 好 處理一下 這個錢 欸不對 use局 就這樣 就這樣差不多花了0.05美元 就是 0.05 每 就是我今天跟 昨天跟今天因為昨天寫顯報 所以 對就是 稍微要試用一下怕壞掉 好那個程式碼 對 好那還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你剛才說要建那個 lanchain的那個 server嗎 哦lanchain server 欸沒有因為我現在是在本機用啦 所以我我沒有部署啊 那如果你要部署的話 正常的話大概是一個月五美元左右 最便宜的啦 然後是要有gpu gpu不用啊 因為我們現在是用那個API跑的 我們不是自己架的 我們是直接呼叫這個openAI 所以我們不需要gpu 那如果是正確運氣 你要實踐 就是你會用部署的話 那就是要 要有這個 就是gpu了吧 也不用啊 就是 就是 呃 你講的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先回到上面的圖 就是這張圖來講的話 就是 我們自駕的部分 其實只有這個API server而已 因為這個 chartgpt這個 有很多gpu的這個東西 應該說需要很多gpu的這個大型原模型 我們沒有自己部署 我們其實是呼叫openAI提供的 然後我們就是花他那個 剛剛講那個0.05美 就是我們呼叫他幾次就付他多少錢這樣子 所以我們不需要這個gpu的部分 我們只需要這個web server的部分 嗯 好那請說 沒有啊 我的服務沒什麼人用 怎麼會需要加速了 哈哈哈哈哈哈 根據 那個 coco講者的說明 或者是我查到的一些 就是如果直接用這個openAI的 API可能會遇到速度不夠快的問題 所以他們都用adger的 就是微軟的 我聽到消息是這樣 但是我沒有做一個真的有人用的服務 所以我也不需要 好 最後一個問題 好西瓜 哈哈 之前我有時候有玩那個 AutoGPT 然後看起來你想要 就是做類似的事情 我沒有想要做類似的事情 AutoGPT就是用lanetran做的啊 所以你是想要用Ruby 我沒有要用Ruby做 因為太麻煩了 然後其實是想要穿好 我只是想要了解說到底這個 GPT跟Plugin的關係是什麼 然後就去看了一下這樣子 這些關係就靠這邊 那我們謝謝Clap哥 好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那個一成鬼就到這邊 我們去吧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社群團會 在614找我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